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四百三十八集 不贵 哎 高龙在抵抗中了 表表兴奋地尖叫了一声 佛境里 寺庙里许清安松开了按住雕帽的手 雕帽依旧戴在头上 他短暂地获得了自我意志 抗拒加入佛门 抗拒那些管输进来的思想 这一声吐息 是场外无数人的吐息 杜厄罗汉皱了皱眉摇头 皈依佛门 才能脱离苦海 长生不朽 长生不朽 方能度化他人 明明有大佛根 为何却如此执迷不悟 虚清安的抗拒 似乎引来了佛像的震怒 佛山雾气剧烈抖动 一道顶天立地的金身法像凝聚 他宛如天地间的一切 万事万物都变得渺小 云雾在他周身缭绕 法像的脸隐藏在肉眼看不见的高空 寺庙还没有法像手长大 清天的法像缓缓垂头 望着寺庙 而后徐徐伸出了巨大的佛掌 往下一按 寺庙里 许清安肩膀猛的一沉 像是肩上被压了一座大山 排山倒海般的压力 迫使他下跪 不能跪 不能跪 许清安心声警照 他有预感 这一跪就再没有回头路了 他会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一个遵佛礼佛的许清安 四秒外 清天法像的佛掌 再次往下一按 咔咔咔的 许清安的浑身骨头 暴斗般的作响 尤其脊椎骨 阴阴外秃 随时都会刺破血肉 他的头埋得更低了 怎么都直不起来 唯一不变的 是膝盖没有弯曲 不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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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要信服我 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心 谁都不能驯服我 低着头的许清安 脸色涨红 汗水一滴滴的滚落 他双目冲斜 脸色猙獰 竭力对抗着从天而降的压力 他张了张嘴 倔强的吐出 不跪 白鲁书院 亚圣殿 浓郁的清洗之冲天际 整座大殿又一次震动 书院里 学子和夫子们或抬起头或走出屋子 遥望亚圣殿方向 殿内清光接连闪烁 院长招手三位大儒同时出现 张沈愕然 怎么回事 前辈怎么又动了 悬挂在亚圣雕像头顶的红木盒子 剧烈震动 这一次震感极其强烈 里面的东西似乎迫切地想要出来 又有人调动众生之力 李木白瞪大眼睛难以置信 院长招手眉头紧锁 拱手道 请前辈安静 嗡嗡嗡的 气料红木盒子的震动愈发剧烈 见状 三位大儒立刻鼓荡浩然正气 与院长招手联手压制红木盒子 拱手说道 请前辈安静 红木盒子再次安静 但就在下一刻 喷的一声红木盒子炸散 亚生殿内清光一阵 院长招手三位大儒胸口儒壮 鲜血狂喷 齐齐震飞 一道清光破河而出 撞穿殿顶破空而起 院长招手追出亚生殿 目光随着清光 他掠过群山 消失在天际 那是京城的方向 阿弥陀佛 想不到许施主执念如此深刻 想必皈依佛门后 佛心反而更长彻 杜厄罗汉双手合十 表表恶狠狠地瞪了眼杜厄罗汉 他突然走出凉棚高喊道 不要给吐鲁下跪 狗农才 站着 佛境中 徐清安的肩膀血肉模糊 静椎以诡异的角度弯曲 他的痛苦清晰地映入肠外众人的眼中 这是什么样的执念 竟让人在承受如此重压之下 膝盖依旧直着 这是许棋安 这是那个油腔滑掉 又风流好色的许棋安吗 熟悉他的人 此刻心里陡然一阵 突然 凉棚里某个穿便服的老者站了起来 他眼眶发红 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高声道 少年侠气 交接五都熊 肝胆动 毛发怂 历潭中 死生铜 一诺千斤重 能写出这种词的人 不贵 张寻甫 徐平之喝道 宁言 站直了 不贵 徐灵音突然耳捞一嗓子 大公 魏渊摸了摸他的脑壳 而替他说完下一句 不贵 王首富站起身朗声说道 大凤无辙 不贵 群众里突然有人抬起拳头 吼道 不贵 不贵 这一下子就算点燃了导火索 围观的百姓们沸腾了 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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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梁棚到场外 从贵族到百姓 这一刻在场的大凤子民 发出了共同的声音 不贵 我好像又感觉到众生之力了 一时朦胧间 一股纯粹的念头涌入他的石海 这股念头波杂而宏大 再向他传递一个声音 不贵 刹那间 许其安双眸里 本射出前所未有的光 像是在黑暗中徘徊的苦行者 终于见到了曙光 他依旧无法执起脊梁 但是鬼使身拆的 他抬起了手臂 像是要握住什么东西 冥冥中 有什么东西来了 同一时刻 许其安吼出了京城城千上万百姓的心声 我 许其安 不贵 当事时 一道秦光破空而来 带着轰隆隆的破空声 带着不可匹敌的力量 悍然撞入佛境 这道秦光应召而来 佛境中 那尊晴天法相似有所感 收回了佛掌 拍相撞入秘境的清光 交锋的刹那 清光和金光同时一案 沉寂了一秒 耀眼的清金光团炸开 随后才是 轰隆隆的爆炸声 震得京城百姓 抱头鼠窜 场外 狂风肆虐 清天 发相崩裂成 纯粹的金光 归于这片佛境 那道清光悬极入庙 落在许秦安手里 那是一把古朴的黑色的磕刀 许秦安缓缓地慢慢地直起腰杆 握紧了磕刀 众生皆可佛 为何贵你 他说完这句话 平静地四出了磕刀 咔嚓一声 佛像眉心军裂 裂缝瞬间遍布全身 继而崩散 轰隆隆的 佛像崩溃的同时 佛境剧烈抖动起来 佛山坍塌天摇地动 咔嚓一声 杜厄罗汉恶然低头 看见金箔裂开一道道缝隙 终于砰的一声 炸成积粉 佛境所一致幻灭 两道身影跌出 昏迷不醒的镜丝 以及傲然而立 手握刻刀的许秦安 许秦安徐徐扫扫过全场 然后眼皮一翻 昏了过去 昏倒之前 许秦安按住了雕帽 这是他的尊严 漫长寂静无声 观星楼顶楼 坚正不知何时离开了八卦台 目光锐利地盯着许秦安手里的壳刀 大家好 我是阴罗 许秦安 我是来请你们勾兰听曲 并不是来要五星好评的 你们应该懂的哦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 请多多转发 谢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温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